台关董事会日前发布的声明稿表示 董事会在第六次会议决议 学校将会朝停办的方向进行 已经报备教育部审议停办计划当中 而这个决议声明也引起了在校师生的哗然 而引起了自救会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帮助他们的声音 记者会上台关师生自救会学生代表也出面指出 三年前入主台关的中信金台运彩董事会 在学生入学时承诺将有训经营 保障学生念到毕业 但入主后却一再违背办学承诺 不但强逼教师离退 会聘足专任专业师资 放任学校设施荒废 甚至对于教育部的捐资命令不予理会 还违规超支董事会费用 输送人事利益与自身中信学院 根本不顾学生权益 教职员生赶快组织起来 像他们现在有一个私生自救会 我们看到已经人数越来越多了 他们应该要积极向政府部门喊话 包括像教育部 例如说学校现在宣称他们要停办了 其实依照我们私校法 教育部是有驳回停办的权利 去年到江学院的案例 教育部就驳回了 因为学校还有学生要保障学院的权益 第二点像是教职员生受到欠薪 地方政府是可以予以开罚的 教育部也可以保障教师 有教师待遇条例可以开罚 然后除此之外呢 对于这种屡屡违法的董事会 其实私校法里面教育部也有相关的处理工具 可以开罚也可以解除他们的职路 改派公益董事 然后地方政府未来 其实过去有很多的案例 是可以最后学校校场归为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可以及时来介入规划 怎么来保护既有的私生 就是那我们学校退场资金三千万 那还要还教育部可能一千五百万 我们就剩一千五百万了 那还要再发教职员 其实剩下的钱应该也不少了 剩不少了 那其实我们很怀疑说 那剩下的钱是真的可以让我们 赌注我们可能交通费住宿费什么的 其实这方面我们还是半信半疑 对 那像时间成本上我们其实骑车也 也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那有些人也是半工半读的 对啊那下课之后还是一样要去 可能上班什么的 对 那问题是后面的后续的部分 如果到最后我们抗争不成 还是最后必须要去三个月的话 可能有些人就会休学 对那像我的话 因为我是实习嘛就差实习了 对那我就可能继续就读 那有些人就是休学退学了 对于日前董事会对外声称 将配合10成全数退场 请教育部推荐公益董事 台官师生强调 董事会重点是要先负起责任 不然政府也该追究其为师 依法预裁处 不该跳票后毫不负责 途流师生受害 记得临结束 方向采访报道